你仔细看过她的话吗 她的话挺打动我的 有一种治愈的力量 可能这也是她内心渴望的东西吧 确实 这段日子 她情绪一直不太好 给她点空间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去吧 孟姐 灵灵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你就在我这儿骂她就行 你们别憋着啊 跟她没关系 也许 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调整一下就好了 孟姐 你跟明明是从小一起长大了 我们也是 她一直对你都很上心 就是因为太上心了 才会对刚才那个记者发布 我知道 我给她添了不少麻烦 不是 她 她不怕你给她添麻烦 其实你就是领她一点点情就行 孟姐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孟姐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你说 你知道明明一直喜欢你吗 你说 一直是什么意思 你不会真以为她那会儿 跟你表白是闹着玩的吗 你说得没错 不 这些年明明一点都没变 你出国这么多年 她一直在等着你 这多少狂风浪点往她身上扑 她都不得所顿 一开始我还 我还笑得傻 一根筋 可到后来我真的有点佩服她 这个时代 太多诱惑 太多可能性 太容易变 可她没有 孟姐 十几年了 她对你的感情一直没变 也在叶子 这五湾不断了 她的意思是 但是我只有她 我变成的 我变成的 你还没有变得 你让什么变成的 我变成的 我变成的 我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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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变成了 大家晚上 不是要跟你这位鸡翔出过 有此件行吗 我今天也来了 走吧 你这个车技还不如以前呢 明明是你变沉了 会不会说话 孟姐 我有句话想跟你说 什么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你听见了没啊 我知道啊 我也喜欢你啊 我说的不是那种喜欢 你一个小屁孩 懂什么叫喜欢 别总当我当小孩 别因为我什么都不懂 喜欢可不是乱说的 等你长大以后 遇上一个真正喜欢的女生 你再跟她说吧 我说喜欢谁就是喜欢谁 我才不会变呢 我不会变的 我说是她的 喂 学长 蜜萌 你在家吗 在 我马上到你家楼下了 麻烦你下楼可以吗 我有事想要问问你 怎么了 前面说吧 好好好 学长 什么事啊 这么着急 要不我们散会步 便走被聊 好 林梦 那年我过生日你送我的CD 你还记得吗 怎么突然说这个 你应该一直都没有听过的吧 我其实听过 那年期末复集的时候 我听过很多遍 但是我习惯把CD里面的歌 搞进iPhone里面 所以是打开我一次 但是前两天 我把CD翻了出来 在家层里面 看到了一张纸条 多亏那天尤棋吃饭的时候告诉我 不然 我不会知道 这个尤棋 真是尤棋的八卦呀 学长 你做当没看见就好了 不是过去的事情吗 只是过去的事情吗 你当初那份心意 现在还在吗 现在还在吗 你还记得那天吗 你还记得那天吗 记得 你还说 我是个小屁孩 什么都不懂 这么多年 你真的都一直没有变吗